我是呂凱成 我是刘子杰 上海一鞠躬 欸凱成 我們已經兩個禮拜沒有報書了 對啊 因為前兩次的報書 都是由我們學校的校友來為我們報書 是不是很精彩啊 對啊 十分的精彩 那皮皮 那子杰 對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當然是他們長大之後的職業 有很多選擇啊 是喔 那既然如此 我們就話不多說 來歡迎今天為我們報書的亮晶晶老師 好 大家好 亮晶晶老師又來了 那我們今天呢 先來給大家看看 你們知道這是哪一個圖書館嗎 他有五層樓 但是他第五樓是不能上去的 他是辦公室 然後這是二樓 然後這是二樓的書櫃 來 你們知道嗎 好 來 請告訴我 對 北區圖書館 好 恭喜你答對了 等一下來跟我領獎 好 這是我們最近的公共圖書館 就是北區圖書館 距離立人國小只有2.5公里 還是沒有很近 需要坐公車 那他就是在健行路上 在醒山國小的斜對面 那歡迎大家呢 有空去看看 這是我最常借書的地方 因為就在我家附近 好 我們的閱讀過五關呢 已經到了第四關了喔 那上一次我們第三關了 抽到的同學 其實不是抽到 是老師選到的 因為實在是太多小朋友 來投這個抽獎箱了 厚厚的一大跌 將近兩百份 老師很精心的在裡面篩選之後 覺得十份得獎實在太少了 所以我決定給十五個小朋友獎品 就是這十五位 那我們恭喜六年六班的易賢 杜易賢他得到我們的VIP 因為他寫得非常的用心 那其他得獎的小朋友是 六二的何欣琦 六六的黃靜雲 六一的欣妮 因為他沒有寫他姓什麼 所以我就直接寫他的名字 還有六六的陳愚貞 六六的游之雲 六六的何忠玉 跟六六的劉奕淳 這次六年六班他們真的很用心 除了投了很多以外 而且每個都寫得非常的有內容 再來是五年三班的鍾成勳 四年四班的曾成俊 四年五班的張善元 還有三年一班的陳奕成 李志德 黃敏 李心妮跟戴雨菲 好 恭喜這十五位小朋友 那他們得到的獎品呢 除了亮晶妮老師準備了 跟聖誕節相關的小禮物以外 還有我們上次 玉佳里長 為小朋友準備了其他的禮物喔 另外這次也準備了這個 角落小夥伴的周邊商品 還有桌遊 還有很多很棒的禮物 歡迎大家繼續來參加我們的 有獎真答 那這次的有獎真答呢 題目就在這裡 好 我們現在圖書館已經展出四年級創作的小書囉 那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翻一翻 然後去看看他們的用心製作的成果 那第一題呢 是請你選出你最喜歡的小書一本 寫出編號還有書名 書的角落上面都有貼編號 正面反面都有 那請寫出他的號碼來 然後再寫書的名字 然後第二題呢是寫出這本小書 你喜歡他的原因 至少寫一句話 其實上次我說至少一句話 有人寫了一大段 好 那第三題是 這個學期的閱讀活動裡面 你最喜歡哪一個 那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 這學期的閱讀活動 請你寫出活動的名稱 那我們所有的答案子呢 都放在圖書室 就是跟小書放在一起 然後亮晶晶抽獎項也放在那邊 你可以直接投進去 好 這是我們這個學期以來的閱讀活動 非常鈴鐺滿目 那一個一個來介紹一下 好 第一個呢是我們圖書館的旁邊 有每個月的閱讀排行榜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看過 目前全校就是借閱率最高的 三連半已經連續三個月 全校第一名就是我們六年三班 希望大家繼續朝他們看齊 好再來第二個呢是 是閱讀過五關的每個月有獎爭檔 我們已經進行到第四關了 那可能第五關呢 如果這個學期沒有機會 我們下學期會繼續進行 再來第三個是愛樂家庭日的活動 那天呢真的有很多的家長 跟小朋友來參加喔 第四個呢是圖書資訊利用課程 現在我已經在上五年級的圖書課程了 那下個星期會開始上六年級的 全校每一個班我們都會上到 再來是第五個是校慶運動會的新書認捐 這一次呢很感謝很多家長很熱心 所以我們已經募到了五萬多塊了 來第六個 十一月到十二月的我們 竹夢立人跟圓夢達人的主題書展系列活動 你有沒有參加呢 第一個是書展本身 再來圖書室 第二個是校友達人的分享 也就是上個星期還有上上星期的達人 再來是快傘借書 我們前天的快傘借書活動 很快的就把它借光光了齁 再來第七個呢是四年級的小書展覽 也就是現在圖書室正在進行的 那你覺得哪一個你比較有印象 還是哪一個你比較喜歡呢 請你寫下去寫在我們的答案紙上 這樣可以讓老師來做以後辦活動的參考 好 這個表呢也會公布在圖書室可以讓你看到 再來是我的報書時間 好那我們今天要報的是什麼書呢 就是這一套 現在已經在老師的手上了 好這一套書呢 是四野出版社出版的慶典童話系列 那我看到這一套書我就覺得 哇他的封面好漂亮喔 然後裡面的內容呢 我看看也是覺得非常的有趣 他就把所有的慶典 台灣所有的慶典活動都改編成故事 那裡面呢的故事呢 有講到平溪放天燈啊 三月蕭媽粽三月蜂馬祖啦 還有寒丹爺炮寒丹爺 還有土地公還有這些神明呢 都變成了故事的主角喔 然後都是邀請了台灣最有名的兒童小說家 少年小說家 還有有名的插畫家來編撰這套書 所以我覺得很精彩 而且裡面都有注音 所以不管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其實大人看我都覺得很適合 非常的有趣 好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那我們學校呢 有其中的五本 其實他出了十本 那希望以後可以再添購其他的本數 那就再講譬如媽祖的眼淚 媽祖呢 有一個冒牌的媽祖 他呢用殘忍的方法 逼百姓流眼淚 然後正盤的媽祖就覺得 百姓為什麼那麼可憐呢 然後他也流下眼淚 可是媽祖眼淚跟他們不一樣 他的眼淚居然是甜的 居然是香的 這是為什麼呢 這個眼淚裡面有什麼秘密呢 就是那裡面呢 除了這個故事以外呢 還會講每年大甲鎮南宮 那個遶境的實路 也會有遶境的這些報導還有照片 我覺得我說是很好的參考 這套書除了有一些嘗試 然後也有好看的故事 然後他的插畫也非常用心的話 我覺得都好好看 好 那另外還有天燈精靈2266 然後還有夜弄土地公 胎季龍飛上天 還有寒鄭爺先鋒道 我覺得寒鄭爺先鋒道也是非常好看的 我昨天才把這一本看完 好這推薦給小朋友 好的然後再來補充一下 這一套呢是適合中低年級以上 就是高年級也是很可以很適合看的 就在我們圖書館的第42號書櫃上 是文學類的 那這一套台中的公共圖書館 我查過的都都可以借得到喔 對北區的啊北屯區的 還有其他的圖書館 我們台中是有多少公共圖書館呢 不只 我們台中市包括原本的台中縣 總共有44個公立圖書館 還不包括國資圖喔 國資圖是國立的 好的如果小朋友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看看四野出版社的其他書 譬如說 門神掃一半 有人在鹿港搞鬼 有人看過嗎 還有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 這個都是我們圖書室還蠻熱門的書齁 有興趣可以看 因為這個出版社 雖然不是很大的出版社 但是他們出的兒童書都非常好看 好那我今天的報書就到這邊 不要忘記要參加我們的 閱讀過五彎有獎真的喔 來 滾回去 這裡 好這是我們的題目 好那接下來呢 我要抽出我們下一次要報書的小朋友 我們下個星期有報書喔 好 你們就你們要拿給我嗎 好的 好來 謝謝你們 好第一位 好我們恭喜六年一班 林思廟 第二位 三年五班 洪藝瑩 第三位 第三位 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 恭喜五年六班 王博翔 就在現場嗎 好 真是太剛好了 好我再說一次 五六博翔 再來 三五藝瑩 六一師廟 好再來是我們的中獎名單 中獎名單 你如果中了的話 請你趕快來試聽教室 我等你來領獎 那如果說你今天來不及 你在社團的話 下課時間也都可以來找老師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報書時間就到此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我們的報書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次的報書是由三位小朋友來為我們報書 好 好 謝謝大家